两会期间外界纷纷要求中共当局公布王立军事件真相 不过针对重庆市长黄岐帆日前在媒体上承认 有大批警车包围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但是是川警 四川省政府新闻发言人公开予以反驳 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被日本记者问到王立军事件 但汪洋以找错对象来避嫌 另外上海市委书记于正生在上海代表团开放日上 有关裸关的谈话内容也被外界解读为是针对薄熙来 因此预测薄熙来前景不妙 3月5号重庆市长黄岐帆首次公开谈论王立军事件 他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承认自己曾经前往美领馆追捷王立军 也承认有大批警车包围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但是是川警 外边说有那么多警车 那上面的牌照是穿井啊 这是四川的 那很正常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针对黄岐帆的说辞 3月7号四川省政府新闻发言人表示 事发时他不在成都 没有听说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 曾经由四川省国安厅预约 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 他也没听说四川省国安厅警力 涉入王立军事件 时事评论家张天亮表示 王立军事件令中共形势艰难 不解释则内斗各派 竟相向境外媒体放水 保护自己打击政敌 张天亮说可以得出结论 王立军的主要问题绝对不是腐败问题 他申请政治庇护的理由 绝对会是政治迫害 并且提供了很过硬的证据 黄岐帆围困美领馆 是闹出了天大的外交风波 足以让伯和黄因此而试图终止 但他还孤注一致 一定要掩盖薄熙来和他本人更严重的罪行 因为这些罪行一旦暴露 要比维管更能治伯和黄于四地 在北京两会上 重庆代表团对于王立军事件十分谨慎 多名重庆代表只要一听到王立军立刻加快步伐 逃离记者追问 另外两会期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被日本记者追问 王立军事件 他表示问王立军事件好像找错对象 然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于正生 3月7号在上海代表团开放日上直言 落官现象 他说政府官员 如果他的妻子和子女都在国外的话 对他行使职权不利 群众对这种现象也是不满意的 参议网报道 目前有妻子或儿女在国外的政治局委员 人们只知道有薄熙来 因为他的儿子薄瓜瓜在英国留学众所周知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于正生谈裸官 只会让人们想到薄熙来言行不一 也就是一边唱红 一边让儿子到资本主义世界染黑 评论人士认为 于正生竟然敢在两会上 公开对薄熙来寒沙摄影 敲山震虎 可见薄熙来的太平日子不多了 辣椒奸影 这一架 静的顶 静放 静 静